有别于街道上全面隔离的末日场景 店里客人比街上行人还多 这是位在美国洛杉矶郊区的二手书店 The Book Rack 祖母级店长凯伦站在柜台 除了为客人结账 也收取交易的旧书 有时还会扮演书友 照客人喜好推荐下一本书 与常客分享二手书的魅力 Most of our books are used and they come from our customers they bring them in for store credit and they can use the credit towards the purchase of other used books but I can travel vicariously I have customers who have travele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y all tell me read this book it's really true to what the country is like or read this book and so it helps you expand your horizon a bit 电子书线上购物 渐渐取代实体书店 甚至一度因疫情冲击关店 这家街角书店 仍受到死忠粉丝支持 凯伦珍惜这家小店 保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有顾客大老远开一个小时的车 就只为支持这家充满温度的二手书店 他们在这儿困难过 因为他们在闪了一段时间 然后再开门 然后再开门 然后再给客人回来 然后我说 我去那儿 我去那儿 因为我喜欢读 我喜歡支援小的商業 你常常看書館 你常常看書館 但小的書館 你常常看這些書館 你會不會找到這些書館 這是我來的原因 白髮槍槍的凱倫 站在書店的櫃檯25年 已經76歲的他 仍守護著滿屋子 似乎快被時代淘汰的書本 每天戴著口罩迎接上門的愛書人 實體書店雖然有脈 但還不見凋零 這張社記者林洪漢洛杉磯報導